努福局局長羅志光說 30歲以下青年貧窮率 最近幾年不斷上升 可能是因為他們喜歡裸詞 曾永珊報道 新公佈價貧窮數字裡面 政策介入之後 18至29歲青年價貧窮率 達到9.3% 年升3年 羅志光說或者跟年輕人 喜歡裸詞有關 很多年輕人來說 我們叫裸詞就是 我不喜歡了我就走了 他由一份工去到另一份工中間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當我們從統計去調查的時候 在這段時間 剛剛這段時間找到這些年輕人 他就是零收入 而他貧窮率的情況就會上升 他又認為青年失業問題 不是派錢就可以解決 政府會加強就業支援 反修例風波持續半年 還未平息 政府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探討問題成因 負責為政府籌備委員會的 努屈局局長羅志光認為 和社會普遍要求的獨立檢討委員會 不可以相提並論 但政府又需要做 從一個管治的角度去看未來發展的方向 我們有時 即是 有時 我們叫做 比如我們這種年紀的人要戴著眼鏡 有時要看遠遠的也要看近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 我自己覺得是需要做的事 他說初步無考慮為委員會設立全召權 又承認找人加入委員會的困難度高 不過相信會有人願意加入 有時電視機 蔣宗永三報導 一手掌握 友善新聞